各位,我提的這個主題是針對社區營造這個 在台灣當然是由民間來啟動 但是官方也有相關的政策 所謂社區營造 曾經在哪個社區做過哪些社區營造的事情 從這個角度去回來看 可能在台灣過去20年來 包含台北市這樣的內容 希望把它地圖化或是資料化 我現在預告就是在9月15號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 比較關心社區營造的朋友有一個聚會 所以如果您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這個時間點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例如說我待會會秀一下我們目前整理的資料 所以9月15號這一天會是說 大家看到這些資料之後 希望去做什麼樣的想像 或是做什麼樣其他資料的套疊 就會在9月15那一天去討論 就會在9月15那一天去討論 那在這個Hack Hack上面的頁面是 還有其他的資訊 我再把它讓大家看一下 我想社區營造其實還蠻簡單 就是總是有一群人 他可能是法人或者是工作室或團體 他要去做一個事情 所以有一些人事實地物的面向 是可以去勾勒出那件事情的一些樣態 所以現在我們是用Airtable 來把手邊有的資料先做一個 就是把它放上去 那因為是Airtable 就可以做一些關聯性的關係 例如說某些社區營造 它其實是某一個政策所支持的 那這個政策之下 有哪些社區營造的計畫 那單一的社區營造計畫 它裡面當然會有所謂地點 以及一些描述 年份 還有一些單位的一些資訊 那不同的單位在不同的年代 做過什麼樣種類的社區營造的內容 也是可以如果在比較相對充足的資料情況下 也是可以去觀察 那因為它是有地理空間 而且特別的社區是一個有地點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可以做一些地圖 那我們這邊也是為了讓大家看方便 所以就用一些比較簡單可以使用的地圖工具 一個是就是Google Map Map 然後大致上就是 我們現在是先把台北市有的一些資料把它點出來 那Google Map Map它還有一些圖層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把當代的靈禮界 然後例如說 有些做都市研究的觀點 它會覺得說 它某些文化資產跟社區營造是不是有一些關係 或者是公園或農業區 或者在某些比較山坡地的情況下 它做的社區營造是跟農業相關的 那這些都可以做搭配的解釋 那本身這個資料因為還是有蠻多的像度 它不只是把地圖攤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又另外用一個叫 也是另外一個Google Spreadshirt的套件 那它就可以讓使用者在這個界面 比較簡單的去用一些篩選 例如說它可以從議題的角度 那縣市當然也是可以做篩選 那也可以做關鍵字的查詢 然後以及它這邊有提供年份 就假設我今天是只要看某幾個年份 我可以用拉選的方式去選出一個時間區間 那因為它是另外開發的服務 所以它可以提供街景直接到這個想要看的地方 所以這個主題我想都會持續在進行 而且我們大概現在還是持續在收集各種可能紙本的文件 或者是成果的手冊 人工把它key成這樣資料化的結構 那甚至因為它當初沒有經緯度 那個是到那個 喔還沒有 因為當初沒有經緯度 所以我們也可能要去判斷那一件事情 在現在來說 是不是某一個公園某一個地點 那都會比較花人工的方式去進行 那所以理想上是希望說未來 就是雖然我們現在先比較針對台北市 不過就是希望台灣至少在社區營造這個政策下 哪邊的地點哪邊的時間做過什麼事情 可以比較有一個架構化的去了解 好那以上是我們的提案 謝謝